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3日 居家隔离第13天 截止4月2日下午4点50 巴西新冠肺炎病毒确诊病例7910 死亡299 其中圣保罗确诊病例占44% 里约确诊病例占12.5% 据英国卫报报道 巴西亚马逊雨林原始部落中已经有一名20岁的女性被隔离 因为与她一同共事的一名医生近日接受检测后确诊新冠肺炎 目前这位女性还没有出现症状 她的家人也都被隔离观察 专家警告 巴西有85万的原住民 大多地处偏远 医疗设备缺乏 一旦疫情爆发 将不堪设想 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在新冠肺炎如此凶猛撕捏的情况下 仍然在呼吁停止社会隔离 继续商业活动 因此被政界所孤立 巴西司法部长莫罗 联合经济部长盖德辛 包括军方 共同支持卫生部长曼德塔提倡的保持社会隔离措施 巴西联邦政府4月1日宣布一项临时举措 允许企业按照比例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工资 企业在保证员工薪金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按照25% 50%最多到70%的比例减少工时 工时的减少或者是工作合同暂时终止的员工将获得由政府提供的应急补助 这一措施将在90天内有效 至今为止 全球被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万 死亡超过五万 面对疫情 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者夜以继日 拼命研发 共同探索 努力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 针对如何发现 如何治疗 已经不断爆出令人振奋的许多举措 由美国亚培公司研发的IDNow检测仪 只有两公斤多重 酷似一个烤面包机 IDNow的特点就是检测快 只需五分钟 便于携带 检测率高 成本低 亚培公司的副总裁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从4月1日起每天可提供5万人次的检测 美国在12天里更新了6代检测试剂 1代需要2天 2代需要1天 3代需要6小时 4代需要3.5小时 5代需要1.5小时 6代只需要5分钟 准确率都在95%以上 还有FDA批准的由祈求公司生产的一种血清检测试剂盒 用于已经得过新冠肺炎的患者 可以检测出患者是否已具有抗体 这个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得出结果 FDA还批准了美国俄亥俄州一家研发机构发明的VNG5口罩消毒的设备 每天可消毒12万只 重复使用20次 极大的避免了环境污染和物资的浪费 降低了防疫成本 美国私人医生弗拉基米尔·泽连科 用三种老药治疗效果达到了100% 泽连科医生成功治疗了699名患者 病人呼吸急促的症状在用药4-6小时以后消失 没有死亡 没有插管 只有4人住院 他用的三种药是抢绿葵每天200毫克 阿基梅素每天500毫克 硫酸心每天220毫克 疗长5天 这个用药针对的是中症患者 中症患者的体征就是发烧 呼吸急促 所以找治疗 用泽连科医生的办法 效果显著 另外 德国有一种病毒检测方法 每日可检测20万人 本月底 瑞德西韦的双盲测试即将揭晓 据说效果还不错 以上这些只是在发现治疗方面的成绩 最紧迫的当数如何控制 所以疫苗的研发也是迫在眉睫 到目前为止 有20种投入测试的疫苗已经向世卫组织报备 还有许多没有报备的 所以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有近90家单位正在参与60多个疫苗的研发 其中核酸类的疫苗15个 蛋白类的疫苗13个 病毒载体疫苗11个 病毒疫苗8个 其中 中国有37个疫苗的研发项目 大部分团队在4月份前就完成了动物实验阶段 4月份以后就进入了临床阶段 最新消息 首批4名接种疫苗的志愿者 结束了观察期 已经回家 美国目前有18个疫苗在研发 涉及20多个企业 4月1日 强生公司已经和政府达成了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协议 将建厂 专门生产已经被联邦政府批准的 而且却为首选的疫苗 9月份就可进入临床阶段 2021年投入应急使用 此外 俄罗斯研发项目6个 最优的疫苗准备在年底投入使用 英国研发项目5个 4月份将进入临床 韩国 有15家公司参与 研发项目5个 此外 法国 以色列 日本 德国 加拿大 印度 澳大利亚 丹麦 新加坡等国家 至少都有2个到3个正在进行的研发项目 看到这些数字 十分感叹科学家们不懈的努力 人类在病毒面前迎头奋起 相信一定会打赢这场战役的 随着南美巴西疫情上升拐点的到来 有很多朋友私下询问这里的疫情状况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关爱 以后会不断汇总巴西的疫情与社会动向 敬请关注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